张北志和北颁发大奖,其父挑衅太嚣张一切指,为击败中国夺冠日本的第十七届东北运动记者会体育大奖的颁奖礼日前在先台式举行,张北志和多得了特别奖,张北志和因为形成关系无法现身领奖,张本的父亲张宇代为领奖,张宇表示张本志和非常希望能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击败中国对夺冠, 他本人很努力,尽可能创造更多的学习和训练的时间,会为了能参加东京奥运会,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张本志和近来成绩并不好,除了在亚洲飞赢了繁镇东外,在瑞典式拼赛上两次输球,日本拼鞋把眼光放得远,目的就是让他在大赛里多牟利,是在让他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击败中国队夺冠,今日又给其颁奖, 可见日本队是用心良苦,培养这小子和国拼对着干了,再看看我们国拼相同年龄层的新人,有21男丹牛冠凯,1比3,不抵韩国选手赵盛敏,徐海东在半决赛0比3惨败中国台北林云如,成为国拼第一个被团灭战场,南双李周宇和周启豪 被印度选手淘汰,连正赛都没进,今天在正赛首轮朱林峰和周凯,又1比3,输给中国香港选手被横扫出局,成为国拼第二个被团灭的战场,说了球先不说,周宇还要被禁赛,虽然报名参加了中国公开赛,但也打不成了,同事输球,一个获大奖, 一个挨罚没球打,不同的对待,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当我们看到,国庭的新星们一个个在大赛里若不禁风,不堪一击,一次接一次被团灭,会有什么感觉呢?